钱呢 医药费生活费呢 还得我去跑 还得找 大事 还要开启告白之门吗 还要它按吗 还是直接打开 直接打开吧 别哭 先别带她到门这 让他们哭会 你不要再哭了 不要再哭了 行不行 一会儿孩子看到你 为了孩子坚强一点 那你怎么办 他现在很脆弱 知道吗 如果说 当年是因为 一时的误入歧途而分开 今天是因为 孩子 而又再走在一起 也算是对孩子的努力 把眼泪擦干了 牵着手 牵着自然的 行吗 别一边牵着手 一边苦大仇深的样子 站住一边 来开启告白之门 有请思佳和思琪 是因为 我只能帮他 也可以 能帮我 还是有不着急 有不着急